第1299章 出手相救 叶熙文身以为然 这个时候 只怕已经有叶家的子弟 收到求救信息了 只是收到信息和来不来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叶家之中派系那么多 并不是所有关系都很和睦的 就算来了 现身不现身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些海族的高手 这么大的阵势 所有人都看到了 如果没有强横的实力 怎么敢随意出手 当然如果刚好有路过的 天人静级别的叶家高手 收到消息 那结果就不好说了 以天人静高手的强横 直接可以将这些海族的高手 全部镇压干净 不过现在天人静的高手 都已经进入了宝库深处 就连半部天人静后期的高手 许多半部天人静中期的高手 也都赶往宝库深处了 真正的大头在那里面呢 所以这个时候还遗留在外面的 也就只有半部天人静初期 和一部分半部天人静中期的高手了 至于法相静的高手 那更是想都不敢想 那里面不是他们可以驰骋的世界 如果一个不小心 光就是高手战斗的余波 就能将他们给生生震死 所以叶西文很快就判断出来 这些海族高手绝对不会这样子 继续围困下去 所谓夜长梦多便是如此 果然在叶西文的目光之中 那个在天空中 那尊半部天人静中期的高手 在见到那些半部天人静初期的高手 迟迟不能将叶千千一行人压下之后 竟然要亲自动手了 轰 一只巨大的手印当空拍落下来 那山谷之中的阵法 竟然被阵的不断的摇动了起来 藤阳 你这条老狗 你如今这么欺压我们 日后我们必有后报 这时候叶峰的身形 从阵法之中显现了出来 颇为有些狼狈的说道 刚才那尊半部天人静中期的高手 藤阳的一击 虽然隔着阵法 但是却也让他颇为狼狈 如果没有这个阵法 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道 他恐怕就不仅仅只是狼狈 这么简单了 就是 就是 等千千姐姐出关了 就要你好看 叶芷兰也在旁边说道 虽然面对的是一尊半部天人静中期的高手 但是却没有丝毫露怯的意思 哼 出关 你们等得到吗 那藤阳冷笑一声说道 藤阳 你也别太嚣张了 我们叶家这次也来了不少高手 你这样子不会有好下场的 叶芸梦娇小的身躯 也都从阵法之中露头说道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撑住 只要撑到了千千出来 藤阳这条老狗根本不够看 燕飞扬冷静的说道 这段时间不见 倒是少了几分轻浮 多了几分沉稳 让叶西文 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 这段时间不见 众人显然远远不只是实力提升 一个个心境似乎都有不小的提升 对于众人的威胁 藤阳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虽然叶家背后的人不好惹 但是他背后也站着海族藤家这个靠山 他本人更是依附于藤通天 因此丝毫都不处 更何况进了宝库之中 生死各安天命 难道叶家还真为了这几个小辈 他们翻脸不成 但是他也很清楚 在这样子下去 夜长梦多也不一定 真要是有叶家什么大人物 接到消息赶来 那就真正不好了 众人听我号令 全力攻破这个阵法 藤阳眯着眼睛说道 他看得很明白 叶家一行人唯一的依仗 便是这个阵法 一旦阵法被攻破 击败他们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论半部天人镜的高手的数量 也是他们更多 加上更有他这么一尊 半部天人镜中期的高手坐镇 几乎毫无压力 叶峰几人脸上露出几分焦急的神色 他们最大的保障就是这个阵法 如果阵法被攻破 叶千千还未出关 他们的危险可就真的大了 他们就算是联手 也未必是这藤阳的对手 而外面又被布置下了一层沙阵 他们就算是想逃走都难 到那个时候 就是真正来不及了 在藤阳亲自动手的情况下 那山谷之中的阵法 是真正开始 积极可危了起来 按照这样子下去 甚至都用不了一刻钟的时间 整个阵法就会被破开 之前就已经在和杀阵的碰撞之中破碎了许多了 现在就更是不堪一击了 杀阵一旦破开 后果不堪设想 原本还想再等等情况的 叶熙文终于按耐不住了 不行 我必须出手 现在出手还有救 如果等他们攻破了阵法 那就真的完了 到时候外有杀阵 没有这些高手 就可能真的一个都走不了了 现在有这阵法 好歹还能抗衡住那个杀阵 想到这里 叶熙文瞬间出手 哗啦 伴随着一阵巨大的风雷之声 一道身影裹挟着无数的风雷之力 瞬间冲进了那一片杀阵之中 才刚刚冲进杀阵之中 顿时叶熙文就察觉到 整个杀阵像是冲进了什么异物一般 瞬间发动 一瞬间就朝着红沙了过来 天空之中 无数的能量凝聚而成的刀枪剑戟 十八般兵器朝着叶熙文披落了下来 任何一个都能轻松将一个法相镜的高手 当场轰爆 威力不可为不大 就算是一个半部天人镜初期的高手 被这么多能量法器当场轰重的话 也会被重创 甚至是直接被打死 叶熙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直接祭出了八宝乾坤顶顶在头上 当当当 这些能量法器直接打在了八宝乾坤顶上 但是却没有办法破开八宝乾坤顶的防御 只能是被直接震开 发出了当当的声音 什么人 这时候 那些海族的高手也终于反应过来 有人闯进来了 刷 一个法相镜九重天的高手还没有反应过来 顿时脖梗上已经多了一只大手 卡拉 一声清脆的骨折的声音 他的脖子直接被叶熙文声声嗷断 当场断气 混蛋 看到自己一个手下被当场扭断脖子而死 藤阳顿时大怒 宛如受到了什么挑衅一般 但是叶熙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刷 扑吱 刷 扑吱 每一次叶熙文的出手 都会有一个法相镜九重天的高手 当场被直接斩杀 叶熙文的效率高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几乎是片刻之间 就有十几个法相镜九重天的高手被斩杀 这样的损失 虽然还称不上是伤筋动骨 但是也绝对是损失严重了 毕竟一尊法相镜九重天的高手要培养起来也并非一事 培养起来或许要几百年 上千年 甚至是几千年的时间 但是被杀死只需要一瞬间就足够了 叶熙文的到来很快引起了骚乱 这些法相镜九重天的高手的死亡 这个时候或许还看不出什么 但是整个杀阵阵法的运转也已经受到影响了 因为整个阵法是必须有人主持才可以的 这些人一死 直接影响到了杀阵的运行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叶峰一行人拿这个阵法没有办法 但是却被叶熙文从内部轻易影响到了 而这个杀阵内部的混乱也很快引起了叶峰等一行人的注意 他们虽然只能看到一道道金色的闪光 伴随着风雷之声 但是之前和叶熙文同行 就已经足够让他们了解到叶熙文的战斗风格了 而这正是叶熙文的战斗风格没错 他们立刻惊喜了起来 叶熙文失踪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甚至有时候他们还悲观的觉得叶熙文可能已经死了 也不一定 不然的话 怎么会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消息 当时那个金海散人给了他们太大的压迫了 对于当时还没有跨入半步天人境的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生死大敌 叶熙文当时能够主动将他引开 他们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心中都对叶熙文非常感激 是大化王 他没死 太好了 是叶熙文 是那个家伙 他又变强了 之前不过是法相境六重天 现在居然已经跨入了七重天 这个时候 众人脸上都有几分惊喜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候 美多了一份战斗力 他们也多了一份守住的希望 虽然明知道可能这个希望也不是很大 重点还在腾阳这一尊半步天人境中期的高手 光他一个就足以镇压八方了 至于其他的却并不怎么担心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和海族高手对峙到现在的原因 除了一方面 他们不想出现太大的伤亡 想以最小的伤亡拿下叶家一行人 另外一方面也是腾阳没有出手的关系 否则只怕早就已经崩溃了 他在干什么 还不快进来 叶云梦见叶西文居然还在外面厮杀 顿时惊呼一声说道 在他们看来 叶西文能成功在里面 搅出这么大的波动已经不容易了 到那时也不可能很正和这些海族高手抗衡 连他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叶西文这个不过是区区法相境七重天的小子 怎么做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